记者吴志伟台北报道, 邵宇威、小月吴思贤在台视《东森新戏爱的3.14159》中, 饰演有助兄妹情依的青梅竹马, 却在第二集就开启暧昧模式, 吴思贤不但夜席女生宿舍, 还差点被同房室友抓包。 剧中两人背着室友, 同挤在一张超小的单人床上, 脸相隔只有五公分的距离, 不见深情互望, 邵宇威还在吴思贤身上卸下自己的名字以宣示主权, 暧昧指数报表这场充满粉红泡泡的同床戏码, 吴思贤拍到全身发烫, 每次镜头一拍完他都急着逃离女神身边。 原来是他是属于义恨体质, 跟邵宇威挤在被窝时, 让他热到不行, 衣服几乎都要湿透了。 邵宇威笑说, 这场戏小乐只要一挤进来, 被子就充满热气, 我都觉得他热到要昏迷了。 但因为距离真的很近, 所以对视的时候还是会有点心跳加速的感觉。 邵宇威, 又, 偷渡吴思贤回女生宿舍过夜。 东森提供, 邵宇威, 左, 在吴思贤衣服上写名字宣示主权。 东森提供, 邵宇威, 右, 和吴思贤不时上演粉红泡泡。 东森提供, 和吴思贤不时上演粉红泡。 和吴思贤不时上演粉红泡。